这个女兵枪法可真准 只用了一枪 就爆头击杀了恐怖分子 此时雷神也带人冲进大堂 他们迅速击毙歹徒 并解救被困的人质 可这时歹徒却割断了绳子 恐怖分子被全部解决了 但辐射炸弹却威胁着所有人的生命 战友们担心两人的安全 纷纷围了过来 此时防化团的人也感到 雷神和谭晓琳没有防护措施 这么近距离的接触辐射 就算炸弹不爆 两人也活不长了 但其他人还有治疗的机会 于是雷神命令他们撤离 而女兵们留下了悲痛的泪水 哪怕想同生共死 也只能服从命令 见其他人都撤离了 防化团的人抓紧时间拆弹 他检查了一下 告诉两人一个不幸的消息 谭晓琳听了这话 忍不出哭了出来 又看着雷神 他哪怕死也要死个明白 正在拆弹的连长 听到这个八卦都赶紧站起来 好奇地看着两人 雷神躲避着他的目光 不想回答这个问题 可他却步步紧逼 原来他早就喜欢上谭晓琳了 但因为他的父亲是自己的副司令 他不想被别人嘲笑他攀高枝 所以一直隐藏着爱意 可现在命都要没了 两人终于说出了心里话 两人的真情告白 却被所有人都听到了 焦急等待着的女兵们 瞬间成了吃瓜群众 这时连长却摘下了面具 暴露在辐射中 还转身就走 这操作把雷神看傻了 还以为他和谭晓琳秀恩爱 得罪了连长 等特警来给你们拆弹吧 我们没活了 原来连长检查发现 这只是一颗常规炸弹 恐怖分子用技术手段 伪装出大量辐射 骗了所有人 他就说没辐射了 那个引爆装置还是会有辐射的 毕竟是电子仪器 辐射的危害大概相当于 你们玩电脑 见着不过是虚惊一场 两人悬着的心终于放下 而雷神更是趁特警拆弹的时候 转身就跑 他慌弯地扎进水时 可谭晓琳也跟着跳了进去 那当然了 黑猫可是弓箭 作为国际恐怖组织K2的老大 从来不会相信任何人 他原本计划把毒气弹运进中国 破坏国际青年运动会 但中国军警却抓住了总司犯 还得知了这个消息 马上启动了反恐预案 任务失败 黑猫怀疑上负责人天狼 他之前是中国特种部队的 在境外作战的时候 被黑猫抓住 并对他严刑拷打 甚至在冰窖里 给他泼上刺骨的冷水 他被折磨了三个月 精神早就崩溃了 面对黑猫的策反 他流出了祈求的眼泪 只能选择加入他们 从光荣的中国特种兵 变成了罪恶的恐怖分子 而天狼也知道自己被盯上了 正想办法洗脱嫌疑 突然出现了一个女人 两人刚见面就打了起来 能看出这女人是个高手 招招致命 天狼只和他打了个平局 但他却很卑鄙 提前埋伏了狙击手 可天狼也不是赤素的 只见他掏出引爆器 如果他想杀人的话 那这个女人早就死了 够狠 不过我喜欢 叫我疯鸟吧 黑猫派我来 跟你一起完成任务 任务目标是去见一个人 可他却不肯透露任何信息 两人在境外等待行动指令 天狼却得知了情人岛的事 他赶紧来到无人的地方 偷偷联系上谭晓琳的司令老爸 他使了三个月的苦肉计 虽然加入了组织 但却进入不到核心层 而这次情人岛的行动 他更是一点消息都没有得到 谭司令得知他已经被怀疑了 赶紧让他撤回来 可他却不愿这么离开 更何况黑猫现在还盯上了东海市 要袭击国际青年运动会 他宁愿付出生命的代价 也要阻止这一切 为了不被发现 他赶紧结束了通话 可刚一回去 就引起了疯鸟的警觉 听着他这么放荡的话 天狼却根本不理他 这让他很奇怪 觉得他是一个特别的人 毕竟其他男人看到自己 都恨不得化身舔狗 可天狼表示自己有洁癖 对他不感兴趣 这可把疯鸟气坏了 这不就是嫌他糟吗 你信不信我一枪毙了你 你向我道歉 我为什么向你道歉 侮辱我 我说的难道不是事实吗 是 你说的是事实 这个刺头新兵看不起女人 非要挑衅女教官 我们的教官在哪 面前的就是教官 难道说 我们的成绩不好 是一群女人吗 你是无法 为了参加狼牙投赛基地的选拔 我准备了五年 不能让一群女人来羞辱我 大哥 这可不是一般的女人了 她们可是杀过恐怖分子的 更是凭借情人岛的出色表现 成为了男特种兵训练的女教官 谭晓玲知道对付这种刺头 动口不如动手 直接一个后悬踢 再抓住枪身开打 两三下就把刺头摔在地上 她被打得满嘴鲜血 可还不服气 起身就要反打 却被女教官控住 吃了几下肘鸡 又被踢跪下 狠狠地摔了出去 谭晓玲见她还想爬起来 再来一招太深压 裂骨五年 花群笑腿 还有谁不服 给我站出来 这群男兵见装逼哥被打得这么惨 没有一个人敢站出来找虐 谭晓玲看他们消停了 直接把他们的推荐信都烧了 还嘲讽他们 你们都是零 零蛋 零分 狗屁都不是 这个操作可太熟悉了 肯定是和雷神学的 看着女教官的暴行 和鹿更是给他们准备了惊喜 雷神他们在监控室里看热闹 每个人都笑嘻嘻的 这群菜鸟绝对想不到 他们现在经历的一切 都是女兵们吃过的苦 爆炸都安排上了 自然少不了泥坑 女教官赶鸭子一样 把所有男兵赶进泥坑 并让他们做五百个俯卧撑 连温柔的文学少女欧阳倩 现在都变身母夜叉 开枪吓唬这群菜鸟 和教官你严肃点 别以为我们没看到你在偷笑 他还让男兵们唱小鸭子 并且整个训练中 歌声都不能停 尼坑里坐完俯卧撑 他们还要滑挺过河 而谭小林却下定射击 触发了炸弹 男兵们马上就乱了阵脚 他看着菜鸟们窝囊的表现 火冒三丈 男兵们遭受了一天的魔鬼训练 本以为到了晚上终于可以休息一下 可等待他们呢 还有一波心理攻势 夜晚是人意志最薄弱的时候 和路不像白天那么凶声恶煞的 而是温柔地劝退他们 很快就有人动摇了 选择了退出 剩下的人也不会好过 他们要在地狱周的七天里 接受高强度的训练 基本没有休息的时间 而现在才坚持了27个小时 魔鬼训练还有很长时间才会结束 诸位小菜鸟们 你们的体检过关了 现在听我的命令 攻占背后的橡皮粥 快 男军医和女特种兵谈恋爱 一上来就特别劲爆 几天没吸脚 味够重 说什么呢 疼疼疼疼 谭晓琳推开门进来 直接看傻了 这两人是什么玩法呀 又赶紧退了出去 先被他误会了 两人马上就吵了起来 都是你搞的 你能不能讲讲道理啊 明明是你在搞我好不好 我搞你 你干什么 你看我怎么知道 你干什么 而雷神见谭晓琳这么快出来 觉得特别纳闷 刚准备走了 突然听到一声惨叫 雷神想冲上去救人 可谭晓琳却说这是在谈对象 人家小两口打情骂俏的 你去多管什么闲事 林国梁和沈兰妮这两个人 明明是八竿子打不着的关系 但因为奇人岛事件中 林国梁不顾个人安危 勇敢地站出来拯救伤员 这让沈兰妮很欣赏她 知道她住院了 主动来看她 而林国梁却一直做噩梦 自己拼命拯救的伤员 却被恐怖分子残忍杀害 而自己却连复仇都做不到 她经过鲜血的洗礼 终于知道枪杆子的重要性 于是报名参加特种兵选拔 可其他新兵知道她是医生后 都看不起她 沈兰妮看到她特别惊讶 赶紧把她叫到面前 担心她一个医生 会撑不过魔鬼训练 可林国梁已经下定决心了 不管她怎么劝 也要参加训练 沈兰妮虽然没有明说自己的心思 但是其他女兵却都看出来了 韩晓琳见她担心林国梁 赶紧安慰她 而队友们更是想办法 要撮合两人 男兵们经历了一天的高强度训练 晚上还要做题 虽然是小学数学题 但他们做起来比高考还难 不是他们不会 而是太困了 根本写不出来 一群大老爷们 全部变成了瞌睡虫 女教官们更坏 还专门放舒缓的音乐 引诱他们睡着 一旦有人睡着了 直接用担架抬走 回到园部队去 林国梁困得直打哈欠 这可把沈兰妮担心惨了 而叶寸星却伸出援手 偷偷给她两根红辣椒 而其他人都装作没有看见 她趁机走到林国梁身边 先踩了一脚 再扔下辣椒 这可帮了大忙啊 林国梁赶紧咬了一口 却觉得嘴里冒火 赶紧喝水漱口起来 真是没出现 这动静引来其他新兵的注意 纷纷找她要辣椒 结果就这么一传十十传百的 所有人都吃起了辣椒 我没看见 我什么也没看见 这个富二代成为了狙击手 可第一枪就打偏了 30万算什么 他1200万的卖巴赫说买就买 虽然一发子弹50元 足够普通人一天的饭钱了 但对他来说只是酒牛一毛 拿着高金鞠又要开枪 但阎王可心疼惨啊 而沈兰妮看叶寸心挨骂 直接在一边笑了起来 还表示应该选自己当狙击手 但他却被阎王一阵骂 叶寸心打歪了 他这个观察手也有责任 狙击手和观察手是一体的 生死都绑在一块 为了叫去两人 阎王罚他俩跑不去换马 这时沈兰妮好奇起来 他知道叶寸心的枪法很好 刚才那一枪不应该打偏的 这把高金鞠可把沈兰妮眼缠坏了 可叶寸心同样把他当成宝贝 说什么也不让他跑 另一边 欧阳倩和田果分到了突击小组 正在接受突击训练 他俩听老狐狸讲解作战任务 知道自己要为队友开辟道路 消灭所有威胁 终于反应过来 老狐狸担心他俩心理不平衡 准备了很多安慰的话 可果子根本不当回事 老狐狸被这个开心果斗乐了 但还是让他俩严肃对待 认真训练 虽然突击手的伤亡率很高 但还是希望他们能在实战中活下去 而笑笑和阿卓则是分到了机枪组 阿卓是天生的机枪手 哪怕在晚上 都能精准击中600米外的目标 虽然强劲的后坐力 把肩膀震得很疼 但他也没有一声抱怨 反而咬牙扛了下来 可笑笑却有意见了 他是一个苦力 要携带很多设备 加起来比他整个人都要重 笑笑一听这话 觉得天都要塌了 背了这么多东西 他俩武装越野根本跑不快 只能迈着小碎步 他们不仅要训练男兵 还得抽时间参加专项训练 和陆和谭晓琳的训练最难 他俩是指挥小组 是整个特战队的灵魂 不光要学作战指挥的技巧 其他人学的东西 他们也必须学会 这个女人简直是母老虎 竟然把喜欢的男人压在审讯以上 还用药物逼宫 RCC 你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人吗 臭丧吧 见林国梁还敢嘴硬 沈兰妮直接让人再加RCC 这是一种专门用来逼动的药物 一旦注射 就会让人痛不欲生 而人体承受的极限是8CC 你已经注射了4CC 还想尝试吗 什么都不能阻止 我对你的爱 这个答案把所有人都震惊了 而沈兰妮更是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 你是在对我说 我的眼里只有你 大哥 你是在被审讯 不是让你真情到白的 林国梁的操作让所有人都糊涂了 可和陆却猜出她的想法 知道她这是在打心理战 试图动摇审讯者的决心 此时沈兰妮看着她痛苦的样子 心疼地流下眼泪 但她现在不能心慈首轮 回答我的问题 你头可顿 血可流 爱你的事 我死得不便 沈兰妮很想停止审讯 但她知道 现在残酷的训练 是为了她以后上了战场 有更多活下去的机会 于是她留着泪下令 再加2CC 田果听了都迟疑了 但还是执行了命令 林国梁痛苦地嚎叫 把沈兰妮的心思成了碎片 两个相爱的人却互相折磨 这样旁观的人都受不了 放不下去实在是太惨烈了 林国梁是一个军医 想要成为精锐的特种兵 就必须经历更残酷的训练 2CC 不行 已经6CC了 注射 8CC搞不好会出人命的 我让你注射 见林国梁晕过去了 所有人都慌了 赶紧给她注射强心针 可这时她突然动手 把针筒抢了过去 还劫持了沈兰妮 但这挣扎是没有用的 女兵们是不会放她走的 我没想逃出去 我就想跟她死在一起 我愿意 好狗血的台词啊 沈兰妮的心早就被她俘获了 愿意和她一起去死 还拿出了手雷 吓得其他人赶紧躲开 把这两个死人拖走拖走 拖走 其他人也满脸嫌弃 赶紧让两人离开他们的视线 而沈兰妮拖着林国梁上车 开到了湖边 还一步一步紧逼着 更是直接亲了上去 这个女人不愧是特种病 谈恋爱的方式都与众不同 沈兰妮终于和林国梁确认了关系 队友们都为两人高兴 还特意将她留在了火凤凰 可她听到这个消息却很抗拒 认为这是沈兰妮在搞鬼 她一个大男人 不能接受这种吃软饭的行为 而沈兰妮同样很意外 他真的要到我队里了 没错 上级是经过慎重考虑的 林国梁一听是上级的意思 瞬间就没了心理负担 同意要留下来 她前后这么大的转捻 让其他人特别纳闷 她还抛了个媚眼过去 把女兵们肉麻的不行 但其他男兵可羡慕惨了 大家都是来受训的 只有她抛到了女教官 很快男兵们就安排好了去处 他们将前往不同的突击队 在那里大显身手 而林国梁送别战友们的时候 还不忘显摆自己爱情事业双丰收 可战友们却不惯着她 结婚了吧 傻严了吗 不能到街上跑牛了吧 她嘴皮子很厉 表示自己该泡还是要泡 但一抬头就看了沈安妮 泡什么 我住个没吃饱 我想泡一碗方便面 战友们一回头 就看到母夜叉教官 下得赶紧上车跑了 而林国梁面对母老虎的逼问 也乱了阵脚 老兵我从来没见过这么肉麻的人 实在是受不了 他还说了很多土味情话 为了你们耳朵的安全 就不放了 此时其他女兵也在前排吃瓜 他们听着林国梁的话 表情特别精彩 但沈兰迪就吃这一套 还敢动哭了 你要喜欢我以后每天给你念 行不行 每天给你念 每天 不不不 不不不 可这时警报声却突然响起 而另一边军队开进了城市 雷神接到命令 带着所有人前往东海市 并向队友们讲解任务 这次的演习和以往的不同 战场不在野外山林 反而变成了城市作战 并且蓝军作为占领军 武装力量雄厚 把红军打得连连败退 这是一场特殊的军事演习 蓝军占领了整个城市 红军只剩下残兵败将 而援兵们不仅要潜入城市 还得执行斩首行动 我们要让那些兵棋推演的棋手 好好看一看 我们是战士 而不是一颗棋子 这时占领军已经到达警察局 他们要进去接管 却被邵兵拦了下来 请你把门打开 我们要进去 邵兵要打电话向领导请示 可他却直接带人闯了进去 你们想干什么 这里被占领了 你们可以正常工作 这边又被拥管了 好家伙 听大妈这意思 警察局被接管过很多次罗 而局长知道这个消息后 气得火冒三丈 但上级下了死命令 他也只能配合 而在另一边 猛虎突击队也接到了命令 但他们不想就这么投降 如从命令是军人的素养 尽管他们想要鱼死网破 也只能忍气吞伤 红队长把兄弟们带走了 等待反攻的机会 此时东海市政府也被占领 成为了占领军的指挥部 但谭司令却表情严肃 他知道战斗远没有结束 东海市有一个师的预备仪 可他只俘虏了半个团 剩下的兵力将是潜伏的炸弹 不知道什么时候会引爆 于是他向市长询问 可市长却不配合 韩市长很有血性 坚决不透露反抗军的消息 谭司令知道他没说实话 但也没有继续逼问 反而放他离开 此时此刻 我非常理解他的心情 这也让我想起了 1937年的南京市长 我们现在所做的一切 都是为了让悲剧不再重复发生 为了避开清脚 反抗军们只能潜伏 等待援兵到来 但占领军已经控制了整个城市 他们根本联系不上支援部队 这可把老温急坏了 特种部队 特种部队 什么时候能到呢 而他寄予厚望的特种部队 正从下水到潜入 还解决了两名守卫 顺利抵达地铁站的位置 又破坏了门锁 所有人换上便装 上了地铁 林国梁还左拥右抱的 特别潇洒 而雷神更是嚣张 大摇大摆地从守卫面前经过 谭晓林和阿卓出了地铁 看着到处都是的占领军 一股使命赶涌上心头 这是我们的城市 我们把他回回来 而笑笑这边却遇到麻烦了 因为长得太漂亮 竟然被占领军的连长盯上了 干嘛 要我丢完号码 你的头发是假的吗 这个连长在军事演习的时候 不仅拿着望远镜看美女 还上去搭讪 干嘛 在连长的逼问下 笑笑只好说自己当过文艺兵 可她根本不相信 还看出笑笑接受过野战军的训练 怀疑她是红军的探子 此时和路跟着后面 看着这紧张的情况 随时准备开枪 笑笑见糊弄不过去 干脆就不装了 把假发一扔 掏出枪偷袭 和路也默契配合 占领军们被打了得措手不及 竟然让他俩给跑了 两人一路狂奔 体力却跟不上 速度慢了下来 这样迟早会被追兵抓到 于是笑笑盯上了路边的车 走 好车车主很无奈啊 只能配合笑笑 一路避开军队 而队长和路就很委屈了 凭什么你坐前面 我坐后个下 而警察局里 红队长刚回到办公室 就感到不对劲 他回头一看 竟然有个黑衣男 不仅坐在他桌子上 还喝着他的茶 气得他赶紧掏出枪 说说报通 跪在地上 我还真不知道 这跪在地上是什么意思 这是红队长第二次 拿枪对准雷神的脑袋 可雷神却一点都不怕 还表明自己是反抗军的身份 你应该抓我到占领军司令部 自从东海市被占领后 红队一直隐忍着 时刻准备发起反攻 现在好不容易等来的援兵 他怎么可能当叛徒 该我们动手了 我早就必须坏了 雷神和猛虎突击队取得了联系 而女兵们齐聚在叶寸星家里 等待行动的命令 田果看着里面金碧辉煌的装修 眼睛都看直了 等叶寸星把水果端出来 一群人又抢了起来 他们看着根本不像在演习 反而像是在悠闲度假 这时林国梁正在厨房里忙碌 他一个军医 却有一手好刀工 这可让沈兰妮特别惊讶 他一个女汉子 根本不会做饭 现在终于找到这么好的男朋友 当然想表现一下 可他连盘子都端不稳 这让林国梁很生气 怎么那么笨呢 他表情一下就变了 语气也很危险 见他活动着手腕 明显是要大打一场 林国梁求生育很强 赶紧使出了大招 甜言蜜语一出来 沈兰妮马上就害羞了 还乖乖地把黄瓜捡起来 你们学会了吗 下次女朋友生气了 就赶紧拿这招去哄她 这时叶寸星的老妈却回来了 她一进家门 看到叽叽喳喳的一群女人 还有些反应不过来 江总你怎么回来了 我回来拿东西 我的战友们 大家好 这群美女躲在豪宅里 只为了躲避占领军的追捕 可追兵还没赶到 豪宅的主人先回来了 我的战友们 大家好 阿姨好 欢迎欢迎 海燕以为女儿休假了 特别高兴 还要请她们吃大餐 这时秘书却发现了枪 有枪 叶寸星赶紧安慰老妈 这次可不像情人倒霉啊 他们只是在参加演习 不会有危险的 一边的秘书特别好奇 竟然偷偷摸摸的去拿枪 别动 我还没摸过枪呢 说了让你别动 我就是好奇 好奇 秘书赶紧解释着 还露出一副委屈的样子 这让田果觉得阿卓太警惕了 不应该对一个女人这么凶 但阿卓却很坚定 相比我们的生命还重要 见气氛如此紧张 欧阳倩赶紧出来打圆场 而海燕不想打扰他们执行任务 带着秘书离开了 此时老狐狸带着雷电突击队 成功与温总会面 你们来的太好了 虽然人是我们 但是你是我们的希望 反抗军战士们看到援军到来 士气高涨 纷纷表示要开始反攻 可老狐狸却建议不要轻举妄动 必须找到合适的战机 一旦成熟 一定打了他们的痛处 而女兵们接到命令 主动出击 去创造反攻的机会 他们的目标是电视台 并且分工明确 叶寸星和沈兰 逆围狙击组 先去占领高地 监视占领军的一举一动 而笑笑则是诱饵 只见她开着法拉利 停在了大门口 这豪车家美女的组合 果然吸引了所有人的注意 可守卫却不被美色诱惑 一定要她出示证件 才能进去 我这张脸就是证件 我是这个电视台的主持人 演习期间就是台长 也必须出示证件 见笑笑的美人即失笑了 其他人只好上去打圆场 和陆和谭晓玲相互配合 一个教训笑笑不讲规矩 一个向占领军求情 可不管他们说什么 这群大老爷们就是不放人 见他们软硬不吃 笑笑直接往里冲 却被一群人拦住 她的尖叫声引来很多围观群众 长官也不想惹出大麻烦 一下就为难起来 而谭晓玲更是成热打铁 这就是女人的优势了 一哭二闹三上吊 没有人能扛住这几招 笑笑一进电视台 就抓紧时间换装 她和其他姐妹会合 迅速展开潜入行动 可刚进电梯 就被人看出不对的地方 新来的吧 对呀 哪个部门了 跟你有关系吗 我是台长助理 楼下有家咖啡厅 我请你下去坐坐 这个美女被堵在电梯里 还被男人骚扰 咖啡哥见他不给面子 于是换了个套路 知道他们要去演播室 表示去那里需要权限 不是什么人都能进去的 女兵们正愁怎么进去呢 咖啡哥自己却送上门来 于是笑笑用出美元计 是进不去的 这不是遇到你了吗 把他迷得晕头转向 凑过去要占便宜 却被阿卓用枪顶着 他只是想泡个妞 可不想把命搭进去 马上就怂了 随后谭晓琳表明红军的身份 希望他能配合工作 可他知道是演戏后 却嚣张起来 学校警卫 来 这真是应了那句老话 四字头上一把刀啊 咖啡哥是个损货 被这么一下 只好带女兵去演播室 此时和陆这组 已经占领了电力机房 并安装了炸弹 只等笑笑他们得手后 让整个电视台瘫痪 而笑笑这边已经到了演播室 他推出咖啡哥当诱饵 两个守卫看到他 果然放松了警惕 女兵赶紧从背后偷袭 瞬间解决两名敌军 见他们想进去 两个男兵还想上去阻拦 你们两个也死了 妈咋 别的事 阿卓这超拽的话 把后面的小哥都气炸了 谭晓琳扯下咖啡哥的工作证 成功潜入演播室 并让人播放他们给的袋子 此时楼下的占领军终于得到消息 知道刚才闹事的女人 是红军的援兵 于是牌掌带人要冲上去活捉 却被叶寸星一枪爆头 好彩 沈兰妮也不甘示弱 也迅速击杀一名敌军 两位狙击手居高临下 又有射程的优势 打得敌军只能躲避 根本没办法反击 这时突击组也感到 他们以车为掩铁 和敌军展开激烈交互 但毕竟只有三人 急需狙击组的支援 虽然两位狙击手枪法很好 一枪一个敌人 一部分狐狸 和陆乘机开车撞了过去 并接上队友撤退 狙击组舰撞也赶紧撤离 他们从十几层高的楼上 迅速锁降 伸手比蝙蝠侠还要灵活 两人一路狂奔 成功和队友们会合 他们反侦察意识很强 开车混进城市里 躲开了直升机的侦察 而邻国梁做回本职工作 成为一名医生 开着救护车接应他们 一群人就这么消失了 女兵们的这次齐齐行动 引起了占领军的注意 连谭司令都亲自打到了现场 女兵我知道是谁了 是谁 火灯火 谭小林 我的女儿 她在内支部队 天王盖地虎 宝塔镇和妖 摸哈摸哈 镇上武师说话 没有人在家 脸怎么黄了 防冷涂的吧 那怎么又红了呢 精神换发 同志 这些女兵骑袭了电视台 让占领军成了笑话 于是被全城搜捕 还没跑多远就被堵住了 两个搞笑男队上暗号 知道大家是自己人 便放走了女兵 可路上还有其他的少侠 为了蒙混过关 他们换上护士的衣服 让田果装死人 车里满是哭哭啼啼的声音 其他人也都憋着笑 林国梁听到这动静 连忙夸他们是一群好演员 可谭小林却面色凝重 计划成功了 你不高兴啊 我要去杀你吧 你会高兴吗 这话把和路都听糊涂了 但谭司令却是个明白人 他到现场一看 就赶紧让部队戒备起来 火凤凰来了 雷电离我们也不远了 他们的习惯是斩首行动 只是他们能斩首吗 我的女儿 我最了解 此时女兵们闯过重重关卡 终于见到了雷神 火凤凰雷电猛虎 这三支队伍终于齐聚 女兵们也难得轻松一下 谭侃雷神不适合穿警服 转业我也不能当警察呀 哎雷神 这话几个意思 红队长不服气了 你这是看不起警察呀 雷神也赶紧陪着笑脸 表示自己不当警察 是为了不想给你惹麻烦 毕竟自己没当兵的时候 那可是警察局的常客 众人放松一会儿后 雷神进入震惊模式 表扬了女兵们的行动 他们在电视台播放的内容 成功激发了民众的反抗意识 占领军失去了群众基础 为反攻创造了机会 是时候展开斩首行动 但这可是一场硬仗 占领军总部有几千号人 可他们就三支队伍 所有人加起来才几十个 敌我力量悬殊太大 但雷神却很自信 这又不是街头混混打架 谁人多谁就赢 打仗是要用脑子的 他制定了一个完美的计划 随后让大家去休息 等到晚上才分组出发 红队他们乘坐直升机 先行出发 他看着美丽的夜景 发誓要把自己的城市夺回来 而女兵们坐车前往 但还没有走多远 就看到戒备森严的占领军 于是他们穿上潜水服 从下水到潜入 此时雷神也赶到了变电站 并以搜查匪徒的名义 忽悠工作人员把门打开 雷神我们已经到达攻击预计位置了 我们才刚到变电站了 宋真嘛 你这在天上飞 我可是四个轮子在地上跑 少跟我在那吵吵 快点爱命 他们迅速进入 控制了工作人员 直接把电给断了 怎么回事 怎么突然停电了 别高警惕 小心红你 这个女人大义猎青 抓了自己的司令老爸 干的真漂亮 没想到 今天抓着我的会是我的女儿 谭司令在身边布置了几千战士 就是为了防止被斩首 可雷神却控制了电站 停了指挥部的电 为女兵的潜入创造了机会 只见他们从水中游出 又迅速变装 伪装成在这上班的打工人 守军看见是一群娇滴滴的姑娘 放松了警惕 但还是例行谈论 可他们早就准备好了说法 解放军同志是这样的 我们刚加完班 守军可怜他们这么晚还加班 简直比996还惨 顿时连香西域起来 要开车送他们回去 我们不打扰你们工作了 我们先走吧 就是就是 我们还是回宿舍了 他们这撒娇卖萌的 守军根本没有怀疑 还用手电给他们照顾 他们叽叽喳喳的 完全没有纪律 大堂里的守卫被炒得不行 盯了一眼就算了 没有上去检查 他们进了电梯 立刻换上作战服 在大楼各处安放烟雾弹 为雷神的行动创造机会 浓郁的烟雾触发了火警 也惊动了指挥部 可谭司令却不打算撤离 他清楚红军特种部队的战术 如果自己撤离出去 那就会被埋伏的狙击手点名 但他万万没想到 这次雷神根本不用狙杀战术 而是要强攻 指挥部示火 消防队紧急出动 却被雷神拦了下来 队长十分纳闷 赶紧下车质问 你们搞什么 我们是红军特种部队的 现在你的消防车已经正式让我们接管了 这队长也是个聪明人 马上就猜出火是他们放了 现在截停消防队 就是为了打进占领军指挥部 他也是个热血爷们 自己的城市被占领 早就想反抗了 我们早就受够了 走上车 我带你们一起进去 走 消防队的火气还真不行 有了消防队的掩护 雷神他们顺利进入指挥部 一路上都没有人拦截 虽然有人怀疑 但也没出问题 怎么会有警察 可能怀疑有人故意纵火吧 队长用云梯车送他们上去 就在这些守军眼皮子底下 光明正大的寻找斩首目标 此时女兵们正在被追杀 可他们是受过魔鬼训练的特主兵 蓝军在他们面前 简直就是瞎兵蟹将 轻轻松松就解决了 为了躲避追兵 叶寸星和沈兰妮还躲进了宁厕厕 我最后就最后 住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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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好 住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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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另一边 猛虎突击队从天而降 控制了天台 直接破窗而入 火凤凰也杀了进来 特种部队斩首成功 反抗军趁机发起反攻 而占领军群龙无首 根本抵抗不了 最终红军成功保卫了东海市 战士与市民们都欢呼起来 雷神要和谭小林结婚了 可谭司令却大发雷霆 原来他在演习的时候 被雷神斩首 面子丢大了 而雷神也知道自己得罪了老丈人 觉得现在结婚不合适 怎么不合适了 谭小林看他扭扭捏捏的样子 一点都不像个男人 你要敢玩弄我的感情 你怎么这么暴力啊 废话 不看谁训练的 两人争论许久 最终雷神对他的爱 战胜了心中的担忧 拉着他去找首长签字 而首长知道两人的情况 见雷神这个老光棍终于要结婚了 他特别高兴 爽快地批准了 得到首长的允许后 谭小林赶紧拉着雷神回家 可走到门口 雷神却怂了 诶 站住 你回来 见家长的威力太大了 连雷神这么个猛男都怕 说什么也不进门 两人拉拉扯扯的 却被回家的谭司令看到了 于是谭小林赶紧介绍起来 可谭司令却认识雷神 并印象深刻 毕竟上次演习的时候 自己就是被他斩首的 爸 让他做一女婿怎么样 谭司令一听这话 表情瞬间就变了 而雷神也让他不要说了 担心把手掌吓他 你想娶我的女儿 你吃了豹子胆了 可雷神吃软不吃硬 他这天不怕地不怕的样子 反而让谭司令特别高兴 他谭家的女婿 可不要胆小鬼 爸 你吓死我了你 他很欣赏雷神 赶紧招呼两人进屋 可雷神还想跑 给我老谈个面子不行吗 司令都这么说 雷神只好进门 晚上谭妈做了一大桌好吃的 还一个进往雷神碗里加菜 这见了家长 雷神不敢乱说话 只能埋头吃饭 但他又是个直信子 藏不住心事 谭司令看出他有事 让他有话直说 他也是一根筋 因为担心别人说闲话 提出不再和谭小林谈恋爱了 谭司令听了这话 气得摔了筷子 我好好地招待你 你却要和我女儿分手 谭小林特别伤心 忍着眼泪不说话 可雷神接下来的话 却出乎所有人的意料 首长 我想请求您把女儿嫁到 谭司令终于松了一口气 虽然这小子说话一惊一乍的 差点把他的心脏病吓出来 但有一颗真心 而且这女婿还不拍马屁 不巴结他这个私恋 还盼着他退休 他是越看越喜欢 直接同意了雷神的求婚 可谭小林刚才被吓惨了 要出一口气 人家没同意了 你说我的女儿 服从你爸的命令 爸 服从命令 女婿 大点声 是 这个司令拿出部队特供酒 倒了两大碗 只为了考验女婿的酒量 要进我的家门 今天就得把这碗酒给我干 干 干 接着来 女婿一喝就倒 却把老丈人逗乱了 但谭小林却心疼自己男人 完颜老爸不应该这么惯酒 他在部队里颁布了敬酒令 却不以身作则 没关系 今天是大喜事 今天是周末 没事 谭小林赶紧把雷神抬进屋 可他却睡着了 还打着呼 他看着雷神这个傻样 忍不住笑了出来 还想凑上去亲一口 但他却酒后吐真言 叫着牺牲的未婚妻名字 安然为了救雷神而牺牲 这让他一辈子都忘不了 而谭小林也知道 自己取代不了安然的位置 两人回到基地 雷神注意到他情绪不对 带他到训练场谈心 我知道你心里不舒服 知道就好 谭小林刚开始特别生气 但一路上也想明白了 男人就是这样 会一直想着得不到的东西 更何况安然已经牺牲了 自己没必要和他斗气 两人的关系刚缓和 就接到新的任务 东海市要召开国际青年运动会 很多国家的重要人物都会到场 连我国的中央首长也会参加 为了防止恐怖组织袭击 特种部队必须参加安防保卫 此时反恐部门收到情报 有一伙恐怖分子秘密登陆 盘踞在一处废弃山庄 目的是破坏青运会的开幕式 于是火凤凰雷电猛龙 三支小队再次合作 共同执行反恐行动 林国梁为了缓解紧张的气氛 和沈兰妮秀起了恩爱 两人肉麻的样子 让其他人都受不了 他们宁愿挨子弹 都不想在这里受折磨 元宝听他说的土味情话 赶紧找塑料袋 雷神看着他俩闹腾 决定让两人进入山庄 去执行侦查任务 因为恐怖分子十分狡猾 要想不被怀疑 就不能有伪装的痕迹 所以必须得这对真情侣去 两人接受命令 迅速换好变装 开车前往废弃山庄 还故意把车弄坏 你不会说说 你把车弦盖打开干嘛 那我不会说 他不是把盖子打开看看吗 两人吵架的样子 完全就是日常真实的样子 没有半点表演的痕迹 沈兰妮要去山庄找人帮忙 可林国梁却很入戏 怎么也不想进去 你怕什么 你看那个门都几百年没修了 里边有鬼吧 你还是不是男人 被他回家玩导致的 这才是他想自杀的原因 剧练得知后 将自己自杀的伤痕展示给他看 并说自杀时发现世界已经生无可恋 可死亡前发现有很多留恋的东西 但已经来不及了 他告诉女孩 你是受害者不要害怕 害怕的应该是施暴者 谁都不可以怪你 就连自己都不可以 所以你要活着 女孩也放下了手中的刀 一把抱住剧练 有时候人在想自杀时 就差几句关怀的话语 往往却没有人对自己说出口 与此同时 施暴者看着他自己造成的新闻 还在那里哈哈大笑 这时林代表使用异能来到家中 他最恨这种人 因为他的母亲就是被人玷污而死的 男人见状想打电话叫人 只见林代表一把挪过手机 上去就是一拳 这时哥哥也跑来了 原来他是想杀了男人之后 自己再去自杀 林代表告诉他 让他不要沾血 自己来杀死他 俊雄也赶到了这里 推开门的瞬间愣住了 只见林代表一拳拳打在男人脸上 照这样下去肯定会被打死 女孩哥哥的见状赶忙将俊雄推出门外 阻止俊雄让林代表杀了他 俊雄知道他的想法 并告诉他消失不是解决的办法 妹妹现在很痛苦 此刻你应该守护在他身边 不要做一人示威和复仇 哥哥这才知道自己错了 此时男人已经被打得站不起来 就在他要下手时 俊雄阻止了他 告诉他阴间使者不能干预人间之事 剧恋突然也出现了 打了林代表一巴掌 让他冷静下 林代表走后 剧恋直接给了男人一脚 从此之后断子绝孙 法庭上剧恋化身检察官 为女孩讨回了公道 并处罚男人20年的有期徒刑 审判结束后 在送男人去监狱的路上 突然出现个身影 吓得司机赶忙停车 下车后发现并没有任何人 他们决定向前方看看 就在这时车内的灯呼暗呼鸣 只见死神普虫急来了 原来男人10分钟后会死于心脏麻痹 但对他这种连畜生都不如的人渣 这种死法太过便宜 于是普虫急用地狱烈火点燃了整个车厢 让他感受世间最痛苦的死法 只见火势越来越大 伴随着男人的一声惨叫 人渣永远离开了人世间 普虫急也迈着帅到吊渣的步伐离开 男孩正在练习写字 两个摇野蛋的孩子走了过来 不但将他写的字母掉 还说他母亲是个肮脏的娼姐 男孩认为他们在胡说八道 其中一个小孩说 那晚上有几个大叔 为什么天天找你母亲 男孩一听怒了 直接将小胖摔倒在地 一拳一拳打在他的脸上 嘴上说着母亲不是娼姐 可脑海中不断想着昨晚之事 原来昨晚男孩确实看到 有几位大叔来找母亲 并且还听到了 男孩不敢相信地摇摇头 所以听到有人说母亲是娼姐 彻底验证他心中所想 憎怒也化为拳头宣泄成 到了晚上 母亲正在帮男孩整理衣服 突然听到门外有动静 还以为是儿子回来了 推开门的瞬间 他愣住了 只见几个衣冠禽兽的家伙 色眯眯地看着他 不久之后 男孩从外面回来 看到几个大叔从自己家出来 并且口中说着一些 轻薄母亲的话语 本身就愤怒的他 让他一下失去了理智 他气冲冲地走到门口 对着房间中的母亲 就是破口大骂 说了一些极为难听的话语 还说有他这种母亲 真是这辈子最大的耻辱 母亲听到儿子的话语 内心的痛挽如刀割 如果是别人说他可以不在乎 可这是他最亲的儿子 门外的儿子还不断指责母亲 可房间里却迟迟不见回应 男孩有些疑惑地走上前 透过门缝看到 他相依为命的母亲上吊自尽了 男孩不敢相信看着这一切 不久男孩长大了 再次来到他和母亲生活的地方 看着熟悉的场景 想起了过去与母亲开心的日子 但他内心依然怨恨着母亲 便给他讲述了当年的事情 原来他的母亲玉和确实是名昌记 只不过是只卖一不卖身的那种 可却被一个县官看上了他 见他不从自己 便直接将他强暴了 怀孕后一宏愿也将他赶了出来 不久生下的儿子 感觉是个孽种 就好几天没有为他买 当看到男孩向自己招手那一刻 他心软了 不久男孩也长大了 母亲更是他为自己的全部 可好景不长 县官再次找到了他 还威胁他如果不服从自己 就拿他儿子下手 作为一个母亲 儿子是他绝对的逆龄 于是将一杯水泼到县官的脸上 还说只要敢碰儿子一下 他绝对不会善罢甘休 说完便转身离开 可该死的县官怎么可能放过他 于是找来了几个手下 让他们好好教训这个女人 所以男孩那晚才会看到 有几个男人从家里出来 得知真相的龙球悲痛欲绝 他错怪了自己的母亲 于是化悲痛为愤怒 为了给母亲报仇 他偷偷溜进县官家中 趁他熟睡时了结了他 随后又找到当年 侵犯他母亲的三人 也一一将他们给杀了 自此之后 他也对生活没了向往 最终在吞云土雾中离世了 随后阴间使者 带着他的灵魂回到地府 为了能见到转世的母亲一面 他放弃了重生 选择了当一名阴间使者 就在刚刚 他拿个穿了一星期的衣服来退伍 柔花拿起来闻了闻 发现有香水的味道 并且还在衣服里掏出了口香糖皮 便礼貌地告诉他 穿过的衣服不能退 女人感觉他这样的大肚子说话 才敢和自己顶嘴 二话不说 拿起裤子抽打在柔花的肚子上 可他还不解气 女人见闯祸了 于是撒腿就跑 很快柔花因为失血过多 被送进了医院 由于怀孕九个月 医生也在全力抢救让婴儿出生 可最终 婴儿还是难产死掉了 回到家他很是自责 感觉都是因为自己逞强工作 才害死了腹中的孩子 这也让他有了想死的念头 与此同时 巨恋这边接收到柔花想要自杀的消息 为了拯救他 他们化身营业员来到柔花的工作商场 很快发现柔花表面上很是乐观 可被地理却暗自伤神 巨恋也发现他的忧郁指数达到了90 随时都有自杀的可能 这是一个老顾客来到店里 不知情的他还以为柔花生完孩子回来了 可他完全没注意到 柔花那越来越难看的表情 幸好巨恋及时出现 帮他解了胃 裹在卫生间里的他 再次想起了伤心往事 调整好情绪后 刚走出卫生间 那个毒妇再次找到他 并且将他狠狠地推倒在地 就在毒妇要进一步行动时 玉皇大帝突然降临凡间 抓住他的头发狠狠教训了一顿 并且还说 俊雄听到后 推着女人就往轮外走 巨恋走过来问他怎么亲自来了 玉皇大帝表示 自己每个月总有几天心情比较烦躁 所以来凡间溜达溜达 然后便去前台付钱去了 买好东西后 玉皇大帝让俊雄将这些东西送给孤儿院的孩子 很快到了下班的时候 为了防止柔花自杀 他们便尾随其后 突然柔花晕倒在地 就这样他们将柔花送到了家中 由于不放心他一人在家 他们便留在柔花家中等他老公下班 这时俊雄突然发现 柔花的自杀指数降到了30 这让他们很是疑惑 为了搞清楚真相 俊雄打开了房门 发现柔花睡着了 巨恋突然想到这一切可能与梦境有关 由于时间紧迫 巨恋闪现来到地府 拿走了林代表的工作牌 成功打开了地府的安全设备 就这样 巨恋进入了柔花的梦境中 果然梦境中的柔花 正在给孩子充的奶粉 巨恋走上前一把将他拉住 并告诉他这一切都是梦 可刚得到孩子的柔花怎么可能愿意醒来 在他的认知里 这里才是现实才对 然后躲到房间里 将门关起来 下一秒 巨恋就顺移到了房间 这可把他吓得不知所措 巨恋一遍遍告诉他 这一切都是假的 都是他想象出来的 而巨恋的这些话 无意在往他伤口上撒烟 此时梦境外的俊雄 发现柔花的自杀指数达到了95 赶忙想将他叫醒 可却发现他吃了安眠药 没办法只好打120求助 由于情况比较危机 他打电话通知了林代表 因为柔花正是林代表 400年前转世的母亲 林代表得之后 也来到柔花的梦境中 他请求巨恋让自己来唤醒前世的母亲 巨恋却告诉他 听到巨恋这番话 柔花的内心也有些动摇 看到两人的表情才知道这真的是梦 可他依然舍不得孩子 林代表告诉他 只有现在放下怀中的孩子 等他在阴间长大后 还会再来找你的 听着林代表的劝说 他也慢慢放下心中的芥蒂 从病房中苏醒了过来 俊雄看到巨恋他们朝这边走来 直接一个猛男士撒娇抱住了两人 这可把他们都恶心死了 第二天 柔花和丈夫来到大海边 将他们为孩子准备的鞋放在沙滩上 鞋子随着海浪的飘走 柔花内心也跟着释然了 在走之前 他遇到了昨晚在梦境中的男子 他不知道 面前的男子正是他四百年前的儿子 林代表一个响指 将前世的记忆还给了柔花 瞬间柔花就记起了四百年前的所有事 他泪流满面地看着林代表 林代表也说出了自己就是长大后的玲珑球 他十分后悔前世对母亲说的话 柔花却说如果回到四百年前 自己还是愿意生下你当你的娘亲 这也许就是母爱吧 不管孩子如何伤害自己 都不会记恨自己的孩子 这对跨越四百年的母子做了最后道别后 随着林代表的一声响指 柔花的记忆也慢慢消失了 虽然他们不能再成为母子 但他们的缘分依然没有断 不久之后 在地府分公司里 一群小朋友准备转世投胎 玉皇大帝给他们看了一个录像 正是柔花和丈夫在海边写下的祝福 不久之后 柔花再次有了身孕 而这个孩子正是之前 她失去的孩子小蜜蜂 这群女孩要被拉去当位安抚 天真的他们还以为是去找工作 很快他们发现了不对劲 一个女孩大喊停车想要回家 鬼子让司机将车停下后 便让女孩下了车 可下一秒 就这样女孩没了 这时他们才知道自己被骗了 死去的女孩也抛弃在荒野中 到了鬼子的俱乐部之后 他们被安排到一个个房间里 然后实施了惨不忍睹的侮辱 他们的名字也会挂在墙上 只要有人被折磨死去 便会将他们的名牌拿掉 这个叫李真文的女孩 每天遭受着摧残 让她到了崩溃的边缘 在这里他们就是鬼子的消耗品 还要帮他们洗衣服 这是一个女孩来到李真文的身边 告诉她这个月没来大姨妈 李真文知道她怀孕了 很快这件事传到鬼子的耳朵里 给她打了堕胎针 因为在这个地方 只要下半身正常 临死之前都得要面对鬼子们的摧残 这晚李真文发现 一个叫尹夕的女孩正在照顾同胞 鬼子看到后 走进房间将尹夕给扔了出来 以为她想耍什么花招 谁知尹夕会日语 表示怕你们麻烦 自己来帮忙照顾她 可鬼子根本不信 而她还是继续照顾受伤的姐妹 他们决定抱团取暖 可李真文看到后还是不敢上前 因为她做梦都会梦到鬼子对自己的侮辱 精神和身体的双重折磨 让她有了想死的念头 还好这时被尹夕看到 罗下了她手中尖锐的木棍 尹夕告诉她不要死 因为一旦死了就彻底没了希望 只有活着才有无限的可能 可这并没有改变她想死的心 直到这天 她看到尹夕被鬼子打断了手臂 并没有很沮丧 反而很乐观 这也燃起了她活下去的动力 可好景不长 晚上她看到两个鬼子从尹夕的房间出来 带鬼子走后 她赶忙来到尹夕的房间 原来尹夕的肚子被他们用刀在上面刻着滑 李真文轻轻帮她擦拭着 他们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有人来救自己 什么时候才能逃离鬼子的魔掌 一个月后 他们听到鬼子为了销毁证据 要将他们全部杀害 于是晚上趁鬼子睡着 他们集体逃跑 可还是被鬼子们发现了 他们躲在隐蔽处瑟瑟发抖 这时尹夕提出自己去引诱他们 让李真文带着姐妹们逃跑 李真文打算要和她一起去 尹夕表示自己会日语 如果被抓住了 便说在这里迷了路 说完便走了出去 很快鬼子就发现了她 可鬼子明显不信 并且还叫来了众多鬼子 就这样 在尹夕被群殴的过程中 他们偷偷逃跑了 随后鬼子便将尹夕枪毙了 李真文逃回到自己的家乡 却发现爸妈早已被鬼子杀害 这让她悲痛欲绝 无处可去的她走在村庄中 奔迷们内如匕首般锋利的话语 让她感觉比被鬼子折磨还要痛 就这样她独自一人生活到老 这天在电视上看到其中一个未安抚 讲述了他们悲惨的过去 李真文发现同情他们的人也越来越多 不久李真文也生病住院了 而她最大的遗憾 就是在死亡时刻没有见到当初救他们的隐戏 与此同时 引渡组来了位新的成员 而她正是死去的尹熙 原来当初死后的他们 被导国的阴间使者引渡 他们都很伤心 死后都不能回到自己的国家 他们决定和导国的差事拼个鱼死往后 就在这时他们国家的死神普虫吉来了 几个回合就制服了导国的阴间使者 就这样普虫吉带着他们回到自己的国家 看到普虫吉帅气的一面 尹熙也决定等长大就成为阴间使者 最终通过层层考试 终于如愿了 另一边玉皇大帝告诉剧烈 这次她需要和尹部组的人一起 因为病重的李珍文想见之人 正是刚来尹部组的尹熙 随后他们带着尹熙来到病房 可李珍文并没认出她 直到尹熙露出那被鬼子画的图案 李珍文这才知道 这就是她苦苦想见的恩人 她感谢尹熙为他们所做的一切 而她只能眼睁睁看着尹熙死去 尹熙让她不要背负这么多 放下一切 自己会带她去一个温暖春天的地方 就这样卑微活了一辈子的李珍文 在人生最后一刻露出了微笑 死后的李珍文来到走马灯 玉皇大帝得知她悲惨的过去 为了完成她儿时快乐的梦想 让她和曾经的几个姐妹回到部乡 李珍文在这一刻也变成了少女的模样 随后他们穿越时光之门 来到了他们的家乡 做着少女们喜欢做的事 每个人脸上都洋溢着笑容 在这里没有战争 没有人用异样的眼光看他们 只有无尽的快乐 今天是她的忌日 可她却一点都不开心 因为前世的死因还历历在目 俊雄也发现她的抑郁指数达到了100 为了帮助巨恋 亲自找到玉皇大帝了解情况 看到她真心想帮巨恋的样子 玉皇大帝同意了 并告诉她一定要能承受巨恋生前的痛 400年前的巨恋本该是戴子归中 可她总是趁丫鬟睡着时 偷偷跑出去打猎 而在树林中还有位少年正在打猎 却不小心踩到毒蛇被咬了一口 正好被打猎的巨恋看到 她赶忙冲上前发现是被毒蛇咬了 解开头上的发带 系在少年腿上防止毒素蔓延 等少年醒来后 发现自己身处在平民区 第二天巨恋抓了只野鸡给这些村民 突然愣住了 只见每家每户都有野鸡 而这些野鸡正是少年打来答谢村民的 少年名为朴虫吉 她也很感谢巨恋当时救了自己 两人互相做了自我介绍后 变革回个家了 回到家的巨恋 就被父亲安排成亲 原来父亲从小就给她订了娃娃亲 由于对对方一无所知 巨恋死活都不愿意 于是决定自己去对方釜牙提出拒绝 当打开大门的时候 她瞬间愣住了 原来父亲要她嫁的人便是朴虫吉 巨恋看到是朴虫吉后 脸上露出了甜甜的微笑 随后两人相约一起逛街 巨恋来到卖胭脂首饰的小摊前 朴虫吉发现红色的眼影很适合她 便将她涂在巨恋的眼皮上 然后拿起镜子说 巨恋看着朴虫吉为自己涂的胭脂 很是开心 朴虫吉在这一刻 也向巨恋表白了 不久之后 两人也顺理成章地结婚了 十年后两人再次走在大街上 这时一大群士兵走了过来 原来是北方一迪来亲 朴虫吉不得不舍小家宝大家 而朴虫吉的母亲 却因儿子奔赴战场所担心 她感觉都是因为巨恋的建议 朴虫吉才选择当的武官 说着说着突然一大群人闯了进来 巨恋看到赶忙让婆婆先离开 而一迪也开始大开杀戒 巨恋跑向房间拿起了弓箭 瞄准敌人 就是一箭 还好朴虫吉之前教过她一些防身术 击杀两名敌军后 她又冲出房间 将院中的敌军也全部射死 巨恋让婆婆先躲进地下室 自己还要去救她从小一起长大的侍女花丹 即使此刻宛如地狱一般 敌军见人就杀 毫无人性可言 而她的侍女花丹也被人抓住 还好巨恋及时出现 了结了敌军性命 她让花丹在这里等着自己 说完便再次冲出去救别人 只见一名女子被敌军拖着走 她再次举起弓箭 射断了绳索 就在她以为女子得救时 突然一支箭贯穿了她的胸膛 看着马背上的男人 还没等她反应过来 绳索又套住了她的脖子 就这样 她也被逮捕 不久朴虫及凯旋归来 才知道妻子被敌方给抓走了 二话不说的她 骑着马就去解救妻子 与此同时 巨恋这群人不知道被押往何处 突然有名女子准备逃跑 他们发现后 直接残忍杀害 巨恋这才知道 他们根本没把自己等人当人看 到了晚上休息时 巨恋发现一株带有毒性的草 于是趁他们不注意 偷偷在汤里下了毒 不久他们全部毒发生亡 巨恋也带着众人一起逃跑 一小时后 捕虫及单枪匹马的来了 看到地上的尸体和解开的绳索 他知道巨恋逃跑了 第二天 他们跋山涉水回到自己的国家 正当他们满心欢喜时 杰杜使却说越过朝鲜国境的人 不再是朝鲜人 巨恋对这个说法感到很是荒唐 就在两人僵持不下时 普虫及赶到了 利用自己身份镇压住了杰杜使 一年后 巨恋经常因为过去的事而噩梦不断 普仲及不忍心看着妻子这样 第二天便带他去药铺抓药 可却被人指指点点 下午的时候 他们来到河边 一群女子正在洗澡 而这条河叫灰结河 也就是灰腹节操的河 因为他们被敌方抓去当未安抚 虽然逃了回来 可自己国家的人 并不这样认为他们很干净 受不了外面流言蜚语的母亲 找到了儿子 希望让他和巨恋离婚 并重新给他选择一位妻子 可却被普虫及拒绝了 一段时间后 巨恋怀孕了 却被人诋毁说是敌方的孩子 婆婆也找到了巨恋 给了他一把匕首 并说他一人性命 抵得上家族的名誉吗 他明白了婆婆的意思 第二天他和婢女走在大街上 却被人直接泼脏水 他们都认为一个还乡女 还有脸回来 巨恋刚想和他们争辩 一个男人拿起地上的石头 朝巨恋砸去 旁边人见状也向他们丢青菜石头 婢女紧紧地守护着巨恋 可最终丢石子的人太多 直接将婢女给砸死了 村民见状死了人 就吓得赶忙逃跑 看着从小陪伴自己的婢女 为保护自己而亡 内心的痛挽如刀割 回到家 他准备割腕自杀 被丈夫拦了下来 巨恋不知该如何面对以后的日子 外面的传闻像雪球一样越滚越大 这比杀了他还难受 丈夫告诉他 难道在你生命中没有我的存在吗 你死了我怎么办 最终巨恋在丈夫劝说下 放弃了自杀 而蒲虫吉不忍心 妻子在遭受流言蜚语 便将那些造谣之人都给杀了 而这一切被巨恋发现后 他感觉都是因为自己 让丈夫失去了自我 他拿起婆婆给了刀 割腕自杀了 而唯一遗憾的 就是没有和丈夫好好道别 等蒲虫吉回来后 正看到母亲在处理妻子的尸体 蒲虫吉跪在巨恋的面前 看到妻子死去的面容 内心的痛挽如刀割 俊雄看完巨恋悲惨的前世才知道 原来巨恋之所以不想转世投胎的原因 是想帮助那些和他一样痛苦的人 与此同时 巨恋再次收到有人想要自杀 当打开手机那一刻 发现正是400年前保护他而死的婢女当花 前世丫鬟为了保护自己而死 这一世 巨恋决定护他周全 为了找出柳出希自杀的原因 他们化身警卫来到经纪公司 刚来就看到关于柳出希和男人进宾馆的绯闻 可不管柳出希怎么解释 老板就是不相信他 其实那天是闺蜜约他去宾馆的 结果碰到了合作公司的副总 两人互相问好后 便一同走进电梯 可巧不巧的是 副总和他居然是同一层楼 电梯门要关的时候 一个狗仔队跑了进来 电梯打开后 两人并肩走了出去 狗仔队见他们走远 也快速跟了出去 两人在同一个房间停下的时候 拿出手机就是疯狂拍照 可下面两人分开的时候 他并没有看到 这时柳出希接到闺蜜的电话 对方近谎称他临时有事去不了 很明显这一切闺蜜陷害他 柳出希告诉老板 他和副总真的是偶然遇到 可老板还是各种指责他的不对 到了晚上彩牌的时候 突然接到爸爸打来的电话 爸爸威胁他说 如果再不给自己打钱 就将他小时候所有黑料都爆出来 到时候会有很多网友骂死他 说完便挂断了电话 剧练看到他状态不是很好 便走上前问他 需不需要休息一下 可柳出希坚持要上场表演 很快表演就要开始 可还没跳三秒 心里焦脆的他 直接晕倒在舞台上 剧练将其送回家后 柳出希感觉所有人都将自己当成商品一样 利用完就可以伤害 剧练告诉他你应该像星星一样闪耀 不能够自暴自弃 与此同时 他的闺蜜和前男友正在庆祝他今天彩排失败 更过分的是 还联系飞客大量恶意评论他生活不检点